今天天气非常好,非常适合在家宅着 我收拾了一下,把之前没拼的一些乐高的小套装都是找了出来 这些小套装要是单独做节目的话,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全部拼完 我觉得今天之内应该还是可以把这些都完成了 现在是早上10点40多 这里边最大的正义联盟的飞船,估计三个小时左右也就完事了 像雷神三这种骗人的玩意,估计一个小时也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之内都完成的话,应该不会很困难 OK,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动吧 首先是Rug One的小冰包 我这感觉都买了好久了,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了 我刚开始平时就发现了个问题 我这盒里边有两本说明书,但是只有一包零件 我又想起来了,我最开始可能是买了两盒小冰包 但是在去年年初开箱的时候把这些零件可能是跟大的套装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拼出来这个四个小人 这个帝国的Walker这个不行机就拼不出来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个零件应该是没丢 只不过我现在不知道是藏在哪个大的套装里边了 我们以后什么时候找着,然后什么时候再拼吧 我们刚才就直接来看这两个小人得了 暴风兵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死亡士兵的头盔应该是一个新的模具 上面的各种细节包括印刷都挺到位的,还原度挺高的 只不过里边这个小人的脸用的依旧是暴风兵百念不变的小人脸 不说还以为是科隆人 大家好,我们是熊猫兄弟 下一套是圣诞节的限定赠品 我都忘了这是05年圣诞还是06年圣诞给的 反正不是07年圣诞的,07年圣诞的是那个胡豆夹子 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水晶球就算是拼完了 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套装 这个主题一看就是圣诞节的节日主题 配色以绿色白色和红色为主 另外还点缀了一些金色 水晶球里边有一棵圣诞树 一个圣诞老人 另外还有一些雪片 虽然这里边也没有油 所以它不会像一般的水晶球那样 这个雪片可以浮起来是吧 只能这样零零碎碎的晃荡了 但是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雪片怎么夹在了圣诞老人和玻璃之间了 赶紧下下下下下 底座也是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舒服 是深红色的砖墙 然后还有金色的小窗户 这小窗户貌似还可以翻开 虽然作用不是很大 三面都是小窗户 正面是一道小门 门的开启方式跟窗户一样都是翻开的 挺搞笑的 正面有个小把手 拉出来之后是一个类似小抽屉的结构 不过这么点小空间好像也放不了什么太有用的东西 就是了 小朋友们可以放一些糖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首饰 小宝物之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边 虽然这只是一个赠品 但我觉得 这是我目前苹果所有的乐高套装里边最漂亮的一个了 不过马上估计这个位置就要被取代了 因为这周1号就要发售另外一款乐高套装 我觉得那一套应该是目前最漂亮的乐高套装预定了 我们这一周看看等它发售了也来介绍一下 下一套是我们乐高DC正义联盟片间套装之一的海王 我们这个片前的小套装就算是拼完了 与其管它叫做气势磅礴的亚特兰蒂斯之战 我觉得还不如叫它这个海底不知道哪块小角落的一个小战争 然后这些柱子啊 包括这个海底的一些植被啊 基本上你看不出来这是亚特兰蒂斯城 你就要说它是吧 有可能是是吧 有可能是这个城门入口 那个墙根底下的那一块角落 这还有一个这个mother box 顶棚上面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掉下来 然后可以把这块东西砸下来 不过你要说在水底的话 这一块石头掉下来 估计威力也不是很大 因为首先它就非常的缓慢 这掉落的过程应该 另外呢 这个套装里边可以算是亮点的地方 就是真正亮点 就是它用了很多这个夜光件啊 晚上的话呢 应该会很 也不会很亮吧 反正晚上会亮 但是呢 感觉这些地方随便点缀的 也有点让人 毫无头绪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这会出现几个亮的地方 可能是有夜明珠 也有可能啊 拼装过程说实话 真的就让我感觉非常的琐碎啊 用了很多细碎的零件啊 非常细小的零件 就明明可以一步就拼好 它非得给你分成了好几个小零件 让你拼上头 一点也不好玩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几个小人啊 毕竟这个套装主要就是卖小人嘛 首先呢是这个parodemon啊 国内呢有翻译成这个类模 也有翻译成易模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大家就自己愿意取哪个翻译 就取哪个翻译得了 身上的印刷呢依旧是非常的细致啊 细节呢非常的多 然后呢这还是一个黄色版本的 背后呢是这个翅膀展开的这个状态 套装里边呢 还有一个这个翅膀收起来的状态 这一点有点像 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太空版的蝙蝠侠 它也是有两个状态的翅膀 而且也都是这种透明软胶的材质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套装的主角啊 阿库曼海王啊 我买这个套装呢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小人啊 没办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吧 作为主角呢 我们这个小人的面部刻画也是非常的细致 包括连头发这个零件上面 都会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印刷是吧 这个灰白色的头发 然后呢面部的细节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包括落腮糊 还有这个表情啊 还有脸上的皱纹啊 然后身上这个金色的铠甲 配上这个墨绿色的裤子啊 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最后呢是两个亚特兰蒂斯的首位啊 一看就两条鱼是吧 是头盔上呢 还有这个鱼腮啊 只不过头盔上的这个眼睛的部分 这两个孔挖的有些尴尬 看起来有点像是痘眼这种感觉 但是呢我们这两个护卫啊 全身都是金色的 感觉像是这个黄金圣斗士是吧 我们这个主角阿库曼呢 这裤子还是绿色的 还有点青铜的感觉 只有上半身是黄金的 没有我们这两个护卫进化的完全 然后两个护卫呢 手里还各自拿了一个鱼叉啊 用来叉自己 再下一个呢 是这个Architecture建筑系列的维尼斯 好 这是胶条贴上的 那得用这个开箱小工具了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高逼格的说明书啊 这个建筑系列的说明书每次呢都非常有意思 里边呢都会介绍一些景点 包括一些很漂亮的风景照啊 然后这是很有名的这个探西桥 然后这是圣马可广场的那个钟楼好像是 然后这应该是那个圣马可大教堂 这是那个广场 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呢这个饭也挺好吃的 尤其那个海鲜意面墨鱼面是吧 这应该是那个大运河 而且除了这个传统的意大利菜之外呢 威尼斯上面还有一家汉堡王 上面有这个威尼斯特别款的汉堡啊 也是非常的好吃 推荐大家呢有机会啊去尝一尝 OK 那么现在那么就开动吧 我觉得这个整个威尼斯城啊 最亮点的地方就是这个里亚托桥这里啊 里亚托桥呢这个拱形的结构 我用的居然是一个这个车汽车的易子板的这个领架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个设计师的想象啊 真是一下用一个领架 直接就把这个整体的线条给勾勒出来了 这里亚托桥呢也是威尼斯的一个景点啊 是一座石桥 但是之前呢是一座木桥啊 后来塌了 然后在这个塌了的桥上 就重新建的一个石桥 虽然这个整体的桥身是石头这个材质的 但是桥两边的固定桩还是木头的啊 再来呢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 你说这个大教堂 它的造型这么抽象还原度高吗 我觉得这个乐高设计师算是已经尽力了 因为毕竟乐高的零件它的力度就在这里了 是吧 它最小呢就这么大了 你整体的体积这么小 它不可能做的有多精致是不是 教堂旁边呢是威尼斯最高的建筑啊 一炷晴天的这个圣马可大钟楼啊 这个圣马可大钟楼本来它的这个外形呢 几颗图形呢就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适合呢用乐高计目来还原啊 钟楼上面呢还有威尼斯的标志 一只有翅膀的狮子 钟楼旁边呢是圣马可广场入口处的两根石柱 这两根石柱顶端还都有两个雕像啊 左边的雕像呢是一个小折 右边这个雕像估计这个乐高设计师也是绝望了 实际上呢这个雕像应该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有翅膀的狮子 这两个雕像呢其实分别代表的是威尼斯城的第一位守护人圣迪奥多 以及它的第二位守护人圣马可的飞尸 哎旁边呢还有这个蓝色的透明零件 代表这个河道或者说这个海水啊 最后呢是这个碳溪桥啊 这个碳溪桥虽然在造型上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了 跟个白馒头一样 但我却觉得这个迷之还原啊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神似 哎这一套威尼斯拼下来 再加上呢我刚才又上网查了查这个景点的相关信息啊 之前就威尼斯旅游的时候的那些景象感觉又多回忆起来了 这威尼斯城里边的小道都蜿蜒曲折的 而且呢还都特别的窄 你别说骑自行车了啊 就算你两个人并排过都困难 城内交通呢基本上就靠一双腿走 要不你就坐这个贡多拉或者这个水上巴士 而且威尼斯还没有警车 但是有警船啊 我记得原来看那个旁边水道上面一搜这个写着police的这一刻 船慢慢悠悠的就开过去了 感觉特别好玩 ok 那么我们这一套威尼斯呢也算是拼完了 这时间呢现在也快中午了 先吃一顿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我们继续 刚吃完饭啊而且今天也挺短 或者忽然感觉有点困啊 下面呢就是这一套超级超级骗人的雷神3的套装 就是在卖这个浩克还有这个雷神还有鸡妹啊 这么大一盒就为了卖三个小人啊 我也是醉了 真是醉得服服帖帖的 你看这后边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一堵墙 就是一堵能弯的墙 还不说了我们开始吧 这么大一个盒是吧 皮毛的呢就这么点玩意儿啊 不说实话这里边的口玩机关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得多的 虽然大部分都是同一类机关 就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弹簧片 然后让小人砸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把某一个松弄的地方呢砸开 然后要不然就炸开要不然就倒掉 就都是这一种同一种口玩机关 不过确实这个机关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首先我们看正面这个宝座呢就是可以遮过去的 然后侧边呢这个观众席呢也是可以遮过去的 这两个探照灯呢也可以翻过去 然后两个柱子就会倒下来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也好久没有来这个实环了是吧 看看我们能不能一下砸中那个宝座 先把这个Grandmaster放上头 诶 可以争取一次成功啊 3 2 1 1 宝座虽然是没砸到 但是人砸他来了 不错 至少这个目的达到了 然后侧边也是官图上面呢 让这个SOR去砸这个鸡魅啊 另外一些机关呢就是在左手边这边隐藏了一个武器架 然后呢中间的大门呢是可以滑开的 再来呢最左边这边的这个墙体啊也是很松动的 你一锤就可以把它给锤裂了 另外要说一点的是呢 其实这个套装里边还有一张贴纸啊 但是我并没有贴 因为我觉得贴上了之后 你再想撕下来作为这个其他MOK的零件的话 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我平时也不太喜欢贴贴纸 所以我就不贴了就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里边最让我满意的部分 也就是乐高小儿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给我感觉没有什么突出的两个小儿吧 分别是这个Grandmaster还有这个Sakaran的这个首位啊 两个人身上的印刷呢依旧是一如既往的精致和准确 但是呢也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要说非说亮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首位面部的细节非常的丰富 然后我们这个Grandmaster这个妖娆的蓝色眼影啊 是也还原了出来 再来呢是姬妹 这里呢也是为了跟电影里边情节靠拢啊 套装里边除了有这个金色长角的头盔之外呢 还附带了一个头发 所以说呢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期 然后给我们的姬妹换上不同的装束 脑袋后边呢还有另外一种啊小兽的表情 再来呢是雷神啊 这个雷神真的是非常的帅啊 剪了短发之后呢 显得非常的干练 非常的有鹰气啊 身上的盔甲呢有这个剪一合格了之后打上的红色钢印 背后呢是背着两把这个非常长的刀啊 反正在超级英雄系列里边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零件 背后背着两把长刀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啊 当然脑袋后边还有另外一种表情呢 就是觉醒了之后这个眼冒蓝光的时候那种状态 最后呢就是这个巨大的浩克了 哇塞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一股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气势 在装束上面跟我们的雷神有点像 都是左肩上面有一块这个蓝色的肩胛 身上呢也有这个剪一合格之后打的钢印 但是我们这个浩克脑袋上戴的是一顶 这个类似于古罗马决斗士那种感觉的一个头盔啊 再有呢我们浩克脑袋上这个头盔实际上是摘不下来的 但是呢明显它身上这个零件跟头盔这零件不是一个零件 所以说呢这头盔要么是粘上的 要么是用螺丝拧在脑袋上的 反正是拔不下来 车里边一个大斧子一个大锤子 看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凶猛飙悍 这是我们普通版的浩克可以看出来这个身上的肤色呢并没有变化 只是这个短裤的颜色变了 身上的装束变了 当然表情也变了 这两个浩克你更喜欢哪个呢 OK这一套呢明显就是蹭热度 然后卖小人啊 骗钱的 而且呢我感觉就像是这个公司 自信来了一个实习生是吧 啊实习生呢你干什么呢算呢 你来设计这一套吧 然后就把这任务交给一个实习生来设计 就是这种感觉的 反正我觉得这个售价一半以上啊 都是给这个授权费了 另外我还想说一句 这个红色积木的饱和度我特别特别高啊 特别慌眼 我天看着眼都快睁不开了都 这个红色真的太鲜艳了 一般人呢估计也hold不住 所以呢你也别求这个色号了 现在呢已经是下午4点50 马上就5点了 然后这太阳也是快要下山了 我们争取呢是晚饭之前 先把这个潜水艇拼完 然后晚饭之后呢 把这个运输机和蝙蝠车拼掉 然后我们今天任务就完成了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杠杠的submarine潜水艇啊 我买这一套呢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Quinn Amidala的这个小人啊 看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这个星战前传电影中 纳塔利·波特曼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颜值巅峰啊简直是 我们这个潜水艇呢是就拼完了 那这个杠杠潜水艇呢 我记得是出现在了星战前传第一步 幽灵的威胁里边 然后他们这个奥比旺啊 还有这个奎刚大师 然后还有这个加加要去这个水下城市 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忘了不记得了 太久远以前的了 然后里边出现了这个潜水艇 而这潜水艇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后部的几个触手作为动力啊 但是那几个触手 那几个胶皮管 我又找不着了 不知道哪去了 那肯定是又混在哪个箱子里边 因为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啊 我说这个单独的几个胶皮管的零件 我一定不能弄丢了 所以一定要收好了 结果呢就给忘了收在哪了 这个潜水艇呢 原始发售日期呢是2012年 但我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买的 然后虽然说过了几年 但是呢这个套装并没有涨太多的价 并不是很贵 拼完之后感觉 怎么说呢有点尴尬 因为你说玩玩可玩性吧 这个潜水艇几乎什么都干不了 就是一个大平板 然后在这摆着 然后也就是上面这个驾驶舱的这个舱盖 可以做舱舱盖可以翻开 然后笔合也就这意思了 然后呢后边有一个这个动力装置呢可以转动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分离舱可以分离出来啊 除此之外呢好像就 并没有什么别的可玩的地方了 你要说这个可玩性低也没关系 你造型好看一点也行啊 但是这玩意我觉得摆在东也不好看 问题就是比较尴尬啊 所以我觉得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我买这个套装 我买这个套装又不是为了里边的积木啊 只是为了那个女王的那个小人啊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套装里边的小人 首先呢是被称为史上最烦人的星战角色的 渣渣宾克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讨厌他 反正我看星战前传三部曲的时候还挺小的 我对这个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不过说来也是啊 虽然说大家都挺讨厌他的 但他也是一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你说我这这么多星战的乐高套装 好像还真之前没有过这个渣渣啊 这次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了 再来呢是两位主角奎刚大师和这个人品王史努比啊 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身上呢 穿着这个绝地武士的装束 这个奎刚大师身上还有这小辫子的印刷 看着还挺骚气的 而且能不能注意到这光剑里边全是气泡啊 奎刚大师的这个光剑里边有三个气泡竟然 看来确实是年代比较久远 那时候呢工艺可能不是非常的完善 现在呢光剑零件里边虽然也会出现气泡吧 但是呢非常的少见啊 哎最后呢是我买这个套装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诱因或者动机啊 史上应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华丽的乐高小人 我们的Queen Amidala 我们的Amidala女王 哇这个小人拿在手里之后呢 真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啊 这是一点也没有后悔自己做了选择买了这个套装 而且这个小人面部画的可能是一个妆容的问题吧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妆容啊 包括这个神态 我觉得都跟电影里边的那个 纳塔利·布特曼 十分的神似啊 有女王范说白了就是 整个头饰的材质呢是软胶 跟我们刚才鸡妹的头盔呢是一样的 哇大家看这个头饰上面的上色 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非常非常的细致啊 真的挺漂亮的 不过这次我们的女皇脑袋后边呢 就没有另外一种表情了 诶整个大裙摆呢也是一个特制的零件 而且呢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啊 包括身上呢还有这个金色的印花啊 这小人真的是太好看了啊 现在呢就剩下我们最后的这个正义联盟的大套装了 然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没想到拼乐高也是个体力活啊 诶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个勒高套装 算是都已经拼完了 最后的这个正义联盟的运输机 还有这个编辅车也都完事了 虽然已经拼完了 但是最后这一套的这个介绍 还有整个的结尾呢还蛮有拍 不过呢现在已经挺晚的了 我也该洗洗睡了 大家也早睡早起啊 早睡早起身体好是吧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各位晚安 哇今天是阴天了 昨天还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呢 然后我们的桌子呢也是一片狼藉啊 感觉光收拾就要收拾好半天 现在呢我们就来把昨天没有介绍的这个套装介绍完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辆蝙蝠车吧 这辆蝙蝠车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虽然它不是UCS级别的 但是呢我对它的喜爱程度 不亚于我们最早最早最早 很早很早以前拼的那个UCS级别的tumblr了 我觉得这辆小蝙蝠车虽然是零件数不多 但是每一块零件呢用的都特别恰到好处 造型呢非常的还原 而且呢这个结构也显得非常的紧凑 还真的是太帅气的一辆小蝙蝠车了 我觉得这一代蝙蝠车啊 包括最早那个超人大战蝙蝠侠那一代蝙蝠车啊 设计呢真的也非常有代表性 非常有亮点啊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 将来乐高也能出一个UCS级别的这一代蝙蝠车就好了 受欢迎程度我觉得一定不亚于最早的tumblr 再说说我们这辆小车吧 跟电影里边一样呢 驾驶室右边呢是变成了一艇巨大的火炮 然后驾驶室左边呢依旧是可以翻开的 OK 依旧是可以翻开的 不过车体内部呢就非常简化了 既没有什么座椅啊也没有方向盘啊或者操纵杆之类的东西 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省事啊 车前方呢还有两片装甲 我觉得这两片装甲也是增加了整车的厚重感啊 车身侧边呢还有一艇炮啊 虽然这里边用的是一个手枪零件 但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想要表现这个车身上挂载的武器 而且这艇炮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一枪打爆自己的前轮是吧 再来呢是这一架运输机啊 通体黑色体型巨大 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帅气 但是呢我给大家看另外一样东西啊 我左手边呢是一个黑色潜水艇 并不是飞船啊 这个潜水艇呢最早出现在一两年前漫威超级英雄系列 这个美国队长队红骷髅套装里边 大家不要在这个潜水艇身上的沙漠涂装啊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这两个载具的设计思路 都是通体黑色 然后都用这个红色的透明零件 而且呢造型啊我觉得也格外的神似啊 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看这两个载具的相似 并不是为了说明乐高设计师在这里有多偷懒 自己玩过乐高mock的人啊应该都知道 乐高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啊真的是 你改动一个小细节就牵扯到好多地方都得改 像这种首先不说外形就说体积啊 然后直接放大了这么多倍 基本上就完全是要重新设计的 但是在造型设计上 我觉得我们这个蝙蝠侠运输机呢 还是借鉴了我们红骷髅的纤维艇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运输机本身 运输机本身呢体积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其实说实话那个蝙蝠车就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我看图片的时候我没觉得这个个头会这么大个啊 但是我们这个运输机中间是空的 所以说呢也不是很沉 而且我觉得这个运输机的造型从正面看起来 特别像是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超能勇士里边的极先锋啊 就是那个福粪那种样子 张着一个大嘴 还有两个小翅膀 既然中间留到这么大空隙啊 肯定能把我们蝙蝠车放进去 没有任何问题 前面的这些卡位呢再都合上 哎包括后边这四个卡位也是啊 这样呢我们的蝙蝠车就收纳到了运输机里边了 黑压压的一大片 天 他装里边的小人 首先呢是一对这个parademon 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 只不过这里乐高比较尖啊 他只送了一对这个翅膀的软胶造型 所以说呢你只能是一个翅膀张开 一个翅膀合起来这样玩了 再来呢是主角之一的钢鼓 哎这也是我个人的第一个钢鼓乐高小人啊 头上呢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头盔啊 还包含了这个头发的部分啊 戴上之后呢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是钢鼓了是吧 然后我们钢鼓这个小人比较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右手了 右手呢为了还原钉里边的设计 也是连接了一个手炮 哎原来的小人呢实际上右手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这里比较省事啊 直接呢是接了一个手炮在上面 嗯我感觉这个炮的尺寸有点稍微有点大 看着不是特别协调 然后呢是超人和蝙蝠侠 超人身上的印刷呢没有特别大的改动啊 蝙蝠侠身上呢也是全新的印刷 也是还原了电影里边那个 虽然不能叫蝙蝠装甲吧 但也算是重型蝙蝠战衣的设计了 然后呢是这个大反派荒原狼啊 这荒原狼呢做的也是挺细致的 包括这个头雕还有身上盔甲的印刷 包括可动性啊 身上呢都是这个球形关节 可动性呢非常的高啊 这个脾横叉 然后这个脾竖叉都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哎毫无压力啊可以跳舞去了 但是我觉得像荒原狼这种规格的 这算是乐高小人中人还是大人啊 很难形成一个系统 很难把它归到一类里边去 你说在体积上吧 它比乐高小人要大 包括它也比这个像浩克这种规格 乐高小人要大 但是呢它又比这个可动人偶系列的 那个人物呢要小 身上呢既有这个一体成型的零件 又有这个普通的乐高积木 就感觉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那种感觉 很难收集起来啊 因为它很难自己形成一个系统 形成一个系列 或者你说光收集这个头雕嘛 我觉得这个头雕做的还挺不错的 哎这倒也行啊 以后光收集脑袋是吧 把一排脑袋也算是自成一个系统啊 要不然呢就是安在普通乐高小人的身上 我在这一秒出戏啊 马上这个脸上就有愤怒的表情 变成一脸懵逼的表情了 太Q了 最后呢是神奇女侠 哎这个小折呢也是依旧非常的漂亮啊 身上各种细节 印刷呢也是非常的细致 不过感觉最近神奇女侠出现在乐高套装里边都是拿着剑和盾啊 如果改成拿着你套锁其实也挺好的 那对的 然后这个套装里边呢还有一个红色的mother box 最后一个mother box好像是在正义联盟的另外一个套装 那个蝙蝠侠的night crawler夜行者套装里边 而且呢还有那个闪电侠是吧 我们现在正义联盟就差闪电侠了 也在那个套装里边 但我觉得只为一个闪电侠再买一个night crawler那种中型套装 不是特别直啊 所以呢我也是在等看看什么时候降价价格合适的时候 再把这个正义联盟凑齐了吧 OK今天呢我们是又填了一个大坑啊 把我手里边积压的这些中小型套装呢 算是一气全都拼完了 除了两套星战7的套装 一个是这个第一秩序的运兵船 一个是这个反抗军的运兵船 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带回国了 我有时候后来把这事给忘了 然后在这翻等了半天没找着 然后最后想起来 哦原来是放家里边了 这些小套装呢在我手里也是积压了挺久的啦 一个一个拼的话 还不定要拖到哪辈子呢 所以呢这次我索性啊 就一气给它全都拼完也省事了 也省得你们总说我这个光挖坑不填了是吧 这次呢我一下填了多少坑 全都给你填上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